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8月31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始直擊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利达资产管理基金经理及合伙人 王耀宗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 大家好 美国最新的经济数据好像相对失息少少 美汇债息也继续下跌 道支反复升至37点 昨晚行指夜期升至167点 稍后Andy 会和我们分析10点 看9月份的港股 以后美股如何部署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 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的表现 美国就业数据接连显示 当地劳动力市场放缓 而第二季GDP再度向下修订 显示索股政策的压力正蔓延 投资者憧憬联储的可能 9月暂停加息 美股反复靠昏 美汇债息都齐齐下跌 道指曾经升172点 随后转跌 五收市升37点 报34890点 标志升17点 报45144点 年升4个交易日 纳指升75点 报14019点 美汇指数跌穿103点 10年期美债息下至死 焦点美股方面 苹果升近2% 保187.65美元 就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 NVIDIA值逼500美元关 收市升幅收窄到大约1% Tanslar一度回落超过2% 收市未跌0.1% Meta跌1% 焦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麦伯道正式向公众开放民心一言 股价比港股升超过4% 截宣布142.31 腾讯、阿里美团和京东 比本港收市价升大约1% 腾讯截宣布329.98 至于汇丰控股 ADR截宣布59.66 比本港收市价升0.5% 港交所也升0.5% 比亚迪比港股 收市升超过1% 贵小利升超过1%至2% 接着看看今早上外围市况表现 道指期货暂时跌稳 35,015点升59点 曼纳指期货也轻轻跌稳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个别发展 其中日本股市升0.2%左右 日期平均指数32,401点升67点 南汉市未跌1点 澳洲市未跌2点 新西兰市跌了16点 暂时指数变动不算很大 看看恒指黑期的表现 说过今早初段有机会反弹 黑期现在升111点左右 我们先和Andy谈谈外围最新消息 因为这个星期 美国经济数据也多 陆续出 昨晚轮到续称小飞龙的ADP私人职位 8月份增加177,000个 比起之前一个月大幅放缓 并且差过市场预期 而第二季的GDP 由2.4%向下修正到2.1% 未来当然大家知道正式的飞龙数据 还有PCE的通胀数据 但接连这个星期的数据出道率 是否反映到美国的经济 没有大家想象中国恢复得那么厉害呢 联储局的暂停加息 是否有机会是未来结束呢 其实有几样东西 现在大家都在看美国经济的数据 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差 虽然昨天的GDP有些放缓了 即是修正了之后 但大家都在预计仍然第三季的GDP 其实是会升5.5% 所以一点都不低 但是第三季的GDP是会那么强劲 其实有很多一次性的效应 例如开演唱会 还有因为现在大家有开始的企业 其实他们开始明朗化 对前景明朗化 好像之前一两次上来 都有跟大家说 其实现在美国的企业 是见到前景明朗化之后 我们很简单 在他们的业绩上面 例如他们经常提出 一些我们资本支出会提高 即是capx会上升 令到其实我们会在经济数据上面 会见到一些inventory 都开始他们买回 所以我会说第三季度的美国GDP 虽然会有一次性的效应 是的 当然也继续远高于今次的2.1 但是第四季会有一些回落 但是仍然都是不差 是的 即我可能都起码有二三流上 是的 即是拉坏了 所以如果在这个角度下 暂时我觉得有少少个市场 是未去到说要悲观到开始想 美国经济是否见顶 或者要走差得很厉害 是的 反而大家是觉得不差了 即是觉得经济也有些动力 甚至或者我们经常都说的 相对高增长的情景 好了 所以大家这两三天 其实集中点的位置 就是放了在劳动市场 是的 劳动市场 或者大家都是通胀数据 大家都是开始看到 由Jackson Hole开始之前 就炒好很多东西 那大家就是怕 说又要继续加息 那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宝威那天Jackson Hole之后 反而下午市场开始升 就是发觉原来 捉回他的字眼 就是其实表面上很英 但是其实原来根本都是很 即是开始夹的 是的 所以加上现在劳动市场 只不过叫做 冷却一点点 但是未去到突然间 失业率攀升得很厉害 令到大家 市场要害怕 原来不是怕通胀了 要开始怕衰退了 是的 未到 是的 所以其实 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现在市场在估计 但是 Anyways 总括来说 就是开始有个美好的情景 就是 大家可以Bet 就是那个利率见顶 是的 而经济不是太差 所以就好像 我们之前有说过 会有一个相对高增长 是的 甚至可以叫做 有个利率 可能不会那么快落 也是一个相对高利率 或者叫做高通胀的时间 相对的 是的 而在这个情景下 其实市场现在已经是Buy的 好了 而在这个经济情况下 其实你可以看到市场上面 其实不是那么悲 对 无可厚非 因为都经历了接近整个月 是的 但是 是有机会是早了发生 如果你用波幅去看 其实是早了 是 就是8月份 已经是走了 人家可能那个 就是季节性效应的 9月的反应 所以我们其实上个礼拜的时候 都有说 就是无论在一个基本面 技术面 就是技术走势面 其实两样东西 都令到我们觉得 暂时不需要转得太悲观的 甚至反而要去想 究竟我们 就是如果很多人都是想着 原本想着8月9月10月的时候 开始会做低级的 究竟要有个心态就是 会不会原来miss了 是的 就是要有定这个心态的 但是 无论如何 就是我们自己都会 都 除了我们自己的看法 但是都见到开始有些人 是开始 敢开始 如果是分纪住的 都开始敢开始吸纳的 因为例如 标普500 其实你去到4350点 就是前底 就其实会有 立即很快有支持 是的 就是我们过去几个月 都经常提着 4200点 去到4350点 一定 即是会是一些 真是中线的 投资者 会看实的位置 是的 就是我们经常说 不知道市场 会不会很仁慈 甚至给你看到有4350点 打下的水平吸纳 那这次又是没有 是的 那还要呢 其实如果S&P可以再站稳一点 实际 再补一下 接近4600点 大家就不要太害怕了 是的 因为其实 早两天市未升之前 就是Jackson Hill之前 大家有些害怕 会不会做了一个头肩顶 是的 头肩顶的量度帮复 为什么外面有些人会说 下次看4000点附近 其实根本就是头肩顶 是的 根本都不用看什么经济分析 是的 但是 但是 现在 其实这两天市场上升了之后 其实 头肩顶的走势有少少破坏了 是的 这样变成风险低了 甚至有少少开始被人 要像刚才的思维 会不会事件早了调整 是的 所以 这样很快地去搓答你 那就是 我们仍然觉得 美股在中线的角度 是趁低吸纳 是的 如果这样 即是要实际操作 本身就等待一个调整的靓位去吸纳 如果一路看定 怎知 真的好像你说的 miss job 那九月份是不是也是一个部署是不理了 其实可能都是一路向上 我现在是时候就买呢 还是怎样 还有什么指标去判断 我九月应该去美股 怎样去操作买房 还是再忍有机会有个调整 嗯 其实 我估计这个是比较操作 和心态上的平衡 是的 我会这样说 就是 虽然市场我们不是看得那么差 但是 你说如果当中真的要找的 是无可费还是AI的 还是 Winners take all 是的 现在是这两年 你说如果在AI相关的概念里面 我们都是觉得 尽量买大股的 是的 那因为现在未到很多公司 可以透过AI 令到自己的盈利上面 突然有个转变 是的 如果会的 那些公司应该很快会被人留意到 是的 所以暂时 我估计AI这个概念 是没有的 是的 就是我会说 在心态上 我们常常说 为什么常常都要去训练自己 或者不要叫训练自己 就是训练我自己 是的 要有个核心的组合 是的 就是那个核心组合 其实要摆脱一些 很多 一般 大家喜欢短炒的一个 心态 就是说 我很介意中间的波 其实不太 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一向都说 做asset allocation的话 那其实你怎么都要 有些东西是 不要理中间的波动 你在看一些很长远的东西 是的 那如果 我不要说特别用个股的名字 例如的 如果你说当是ETF 那你就 有些人是很喜欢QQQ 或者买了S&P 500 你就当那个是你的其中一些 核心东西 是的 但是你中间 就是你之后其他时间的 你想说配合其他东西 就是 我特意去找一些中小股 来做你的satellite 就是卫星的部署 就是说 我买一下其他股份 也可以 或者你买其他地方也可以 是的 所以我简单的 总括来说 就是说 如果你怕miss 或者你可能当自己miss 首先 如果你现在的账是什么都没有的 第一步 让自己买一些 AI related的东西 是的 我估这一个是 第一步要做的东西 虽然说你不说过股 第一次想到 如果你真的没有很核心的训练 去拿着NVIDIA 那些有点心 是吧 快速又回上去 但是你之前也有说过 如果每次调整 可能大家这些轮 会比较吸引的 就是Microsoft 是不是也会继续 因为看到它 反而还未扭上去的价 是吧 其实 刚才我是不是说完全不说的 只是刚才的理论上面 因为讲的概念上面 就不想加这么多个股 是的 但是 如果你说在这一刻的 硬件上面没有一口 NVIDIA 一定要在AI concept里面 大家这次一定要看实 还有大家都会当着 现在这个是整个AI concept的标的物 即是说其实NVIDIA 一天不跌穿350元 即是再做一次的联合位 是的 如果不跌穿那个位 其实这个AI concept的故事没有完的 是的 因为这个刚刚上个星期六 我们那个seminar的时候 都有讲过一些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 你要看个故事有没有完 例如拿一些相关的主题的标的物 上次NVIDIA 你看到再做一年的时候 就突然撒下来 那那个故事是原什么呢 就是原metaverse 是的 但是这次我们觉得 远远是实在很多的 整个AI concept 刚才在前面跟你说 其实就算 现在 就好像我这些 都已经尝试过 用AI的software 那些东西 其实试了之后 最多你可能用少了 即没有了一个好奇感 不断周围去试 但是 当你有些什么想解决 或者说一下 你也会立即 究竟有什么AI的APP 有什么AI的web site 可以帮到手 第一件事 现在有时可能是先找这个东西 是的 所以 在这个概念下 还要NVIDIA 这样交了一份业绩 给大家看到 其实我觉得最夸张的是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这个位置 大家只是 哇 升了很多 是的 如果看它的业绩的presentation 很多人会看到 数据中心 现在那支吧 和去年差不多 但记住 这个是在表现上半年 即是二四年的第一半 如果已经接近二三年的全年 你可以很幻想 究竟下半年是如何 还有 叫做那份业绩 令到 大家舒缓了一个 就是说 原来AI这个不是概念 原来是真的 第二就是 大家会看到一个位置就是 原来 大家 不是太担心 这个瓶颈位 这个问题 是的 所以这个概念 那就继续去 是的 坦白说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美股的index 就是自己选股的 是的 就是我们电脑的时候 其实那一刻 上一次出现业绩 它才再特别纳入NVIDIA 但是当时包括我们自己 很人性地在我们内部 都说 现在才纳入 会不会迟了呢 是的 那现在事后就发觉 哎 不是啊 是的 刚才我再加了很多现在新的元素 就是说现在的业绩是几强的 就是我都要赚回自己 自己那个 就是那条指数 自己选股的能力 是的 但是 既然在这个大概念下 刚才你问那样 是不是真的要 Microsoft 那些 那我会说 其实不是每个MegaCap都要 但是NVIDIA Microsoft 那这些其实是要的 是的 因为你一个硬件 一个软件地走的 是的 那当然最近条指数 我们都已经知道 未来九月份的选股是什么 是的 但是我只是答你 Microsoft就不是在里面 但是原因 不是因为它不是AI 只不过可能 它短期的爆炸性不够强 是的 那有其他类似 一些AI related的公司 都是Large Cap 反而就纳入了进去 嗯 除了NVIDIA还有什么 如果 如果 不要说我们的指数 那么快有些什么 是的 但是 例如我们自己 上次都有提 或者上几次都有提到的 例如Alphabet 你这间 虽然好像很没 这些概念 你现在这下 下下都是这些什么 没有啊 现在这下是这些 就是这些 是的 Alphabet 你看到反而 我们那一刻 就是说 就是再做一次业绩 是因为大家 对它的想法是 AI不落后 到慢慢pick up 所以整个走势是慢一点的 但是反过来 是一个 这一刻还没反映 就是反映着 就是重新反映着 这个估值 第二就是 因为其实 记住一件事 就是如果当 美国经济不是那么差的时候 原本我们对Alphabet 的担心 不是只是说AI 而是究竟它的广告 和search engine 但是如果经济不是那么差 就开始反过了 所以其实 在刚刚这段时间 的调整期 其中一只 我们之前一直没有的股份 就是Alphabet 就是Google 这只是我们有加的东西 是的